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露西日记 这一期同大家分享 从雷湾市到多伦多 再到蒙特利尔飞机旅行的感受 和疫情期间政府新出台的 对航空公司取消和延迟航班的新规定 蒙特利尔晚餐 蒙特利尔酒店 和怎样利用公共交通工具 从蒙特利尔飞机场到市中心 7月6号早晨 我们坐早上的飞机 从雷湾市直飞多伦多 这是从天空俯瞰雷湾市 从雷湾市到多伦多的飞行距离是 925公里 飞行时间是1小时38分钟 这次我们乘坐的航空公司 叫做Porter Airlines 会在多伦多的市中心机场转机 多伦多市中心机场 也通常被称为多伦多岛机场 是坐落于多伦多群岛的一个区域机场 主要服务于国内和附近美国几个城市的短程航线 这一次我们转机的时间只有20分钟 根据以往的经验 我们非常担心从雷湾市到多伦多的飞机延迟 这样我们就赶不上下一班的飞机了 所以临出发前我查了一下 关于航空公司由于内部原因 延迟或取消航班的一些规定 这个新规定是从去年11月17号起开始实施 条文明确的规定 由于航空公司的原因 造成乘客的航班被延误或取消 所要赔偿的金额 赔偿金额取决于乘客到达目的地的时间 与原始机票上显示的到达时间相比的时间 大型航空公司必须支付 如果乘客迟到三个小时 但少于六个小时 则为四百元 如果乘客迟到六小时 但少于九个小时 则为七百元 如果乘客迟到九个小时或更长时间 则为一千元 小型航空公司也必须支付赔偿 如果使乘客到达目的地的时间 迟到三个小时到六个小时之间 需要补偿一百二十五元 如果迟到六个小时到九个小时之间 要补偿两百五十元 如果迟到九个小时以上 要补偿五百元 如果在延迟期间乘客选择退票 而不是改票 大型航空公司必须支付四百元 小型航空公司必须支付一百二十五元 作为给乘客带来不便的补偿 上飞机不需要任何的核酸检测和疫苗证明 只要求每位乘客戴口罩 7月初的数据显示 新冠变种BA4 BA5 使很多大城市的感染人数急剧上升 我们选择了在飞机上 佩戴N95口罩 很庆幸 我们整个假期都没有染病 现在飞机就要降落在 多伦多的岛机场 这是俯瞰多伦多市区的景象 静谷 6月9月10日 10月1日 10月10日 10月9日 11日 10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休息片刻以后我们又匆匆地登上了多伦多去蒙特利尔的飞机 从多伦多到蒙特利尔的飞行距离是503公里 飞行时间是一个小时十分钟 在这段飞行时间里 从天空俯瞰大地 有时可以看见大片大片的农田 这里是蒙特利尔机场 我们正朝着出口的方向走去 不远处就可以看见747公车牌的标记 顺着箭头继续走 很快就来到了747公交车售票点 可以看见这里有很多人在排队 747是从飞机场直接开到市中心 从市中心你可以选择坐地铁或公共汽车 或其他替代交通方式 到市区的任何其他地方 如果你打算住在市中心 或者旧的蒙特利尔 或者Le Plateau 乘坐地铁比驾车更有效 方便 也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 如果到市中心 选择A区 买两张票 选择Two Fairs 付款方式可以用现金 信用卡或者是银行卡 这两张票是从你买下来的时间开始计算 24小时之内都有效 可以蹭坐地铁和室内的任何公交车 汽车站就在售票处不远的外边 这个公交车跟室内的公交车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 但开起来速度蛮快的 由于使用公交车的专用线 没有堵车的问题 要比旁边的小车开得快 我们很快就到了市中心 这次我们选择的酒店叫做Hotel St. Laurent Montreal 位于蒙特利尔的市中心 距离蒙特利尔的老城 和蒙特利尔爵士音乐节的场地非常近 从这里走到老城需要五分钟 从这里走到爵士音乐节需要三分钟 房间里有一个简单的小厨房 有炉子冰箱 微波炉和咖啡机 给不喜欢每天都在外边吃餐馆的游客提供了方便 这次我们订的房间是一室一厅 这是客厅 非常干净 但我们还是用消毒纸巾擦了一遍 这个沙发可以放下来作为一张床 预定这家酒店连续七天以上会有优惠 疫情期间没有每日的房间清理 但是可以提供日常所需的基本用品 比如干净的浴巾 餐巾纸等 这是卧室 卧室里备有空调 这里是酒店的入口处 在酒店的电梯旁有个陈列柜 如果需要 你可以从酒店里借这些家用小电器 这是酒店里的运动房 洗衣房 安顿好以后 我们就在附近的中国城找了一家中餐馆 高兴点了一个脆皮猪 烤鸭和叉烧的一个冰盘 听他嚼脆皮的声音很脆 我点了一个牛肉炒米粉 牛肉很嫩 米粉也软硬适中 吃出了一些蚝油的味道 很好吃 给的量特别多 一大盘 吃都吃不完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下一期同大家分享 北美最大的爵士音乐节 蒙特利尔爵士音乐节 如果喜欢 请别忘记订阅和分享 分享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感谢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